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从多变到奚落 从相学角度来说 身上的毛发也能够透露出一定的命运信息 通过观察毛发的色泽和浓密程度 便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一生的运程走向 那么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究竟如何从毛发看出呢 下面就和小姜之来看一下吧 1.身体此处长毛 富贵敏 1.肚脐下长毛 这个部位的毛发也称为腹毛 股脏之气从肚脐下方露出人体 如果此处毛发旺盛 则是稳固人气 木气刻土气生财的象征 这个部位的毛发多数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茂盛 如果长得浓密而色黑 则表示正当盛世 财源滚滚如东海 特别是腹毛浓厚的女人 这辈子少吃苦 多享福 年纪越大越有钱花 2.脚趾头长毛 代表这个人阳气充足旺盛 肾功能好 性格豪放 气宇轩昂 很有王者风范 脚趾头上长毛的人 阳气特别旺盛 杀气重 小人不敢靠近 小鬼不敢缠身 而且这人有官运 走到哪儿都有一官半职 他们的财气也很旺 非富即贵 在社会上不是长钱财 就是长权力 属于富贵之命 3.脚底长毛 建立之行始于足下 脚是人体中最接地气的部位 如果脚底长毛 尤其是接近脚心的地方长毛 则是天生的精力充沛 欲试沉住冷静 财运横身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 都能轻松驾驭 得到领导的认可 成为职业中的佼佼者 财运必定滚滚而来 生活富贵荣华 一生一世无忧 4.手腕长毛 要是手腕上长毛的话 很浓的代表是财气旺 要是很黑的话 那就表示官月很旺 不管男女 要是这个地方长毛的话 那就是大腕 家里非常的富有 家财万贯 而且房产地产非常多 到了30岁的时候 整个运势到了最旺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手腕的毛也是最浓密的 一生会非常的富有 而且财富运势平稳上升 5.耳内长毛 通过耳朵 我们可以感受到外界的身影 如果耳道内有毛 而且比较浓密的话 是富贵之人 福气深厚 他们聪明伶俐 能力出众 精力旺盛 一生衣食无忧 大富大贵 如果选择做生意 那么财员旺盛 必定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选择做官 那么可以达官显贵 钱财兼得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会有幸福的生活 6.智上长毛 无论男女 首先智上长毛 都是一件喜事 象征着铁树开花 横财林门 然而智上长毛 一毛主姑 三毛主妇 只有一根毛的智 并非极致 智上的毛发越多 表明此人采气越旺盛 且这个部位的毛 绝对不能拔 越长越是福 财员长久不断绝 这辈子也容易大富大贵 2.此处毛发越浓 命越好 1.睫毛浓密 眼是心灵之疮 而睫毛则是眼部上方的毛发 象征着情缘和婚恋云 如果睫毛稀少 此人的桃花韵则不佳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睫毛越长越浓密者 则是厚福无穷 情缘财运皆顺遂的象征 无论男女 睫毛浓密都是招财那桃花的象征 一辈子眼明心亮 智慧智富 到了中晚年 财运不断开花 家财可过万贯 2.眉毛浓密 眉也称为兄弟公 田宅公也在侧 很多人都是从小眉毛欣赏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眉毛后越长越浓密 这样的人 命库之中 火气生木气 身体康健十足 一生后勤无穷 一路之上 手足兄弟 贵人相助极多 年纪越大 身价越高 直到年过六旬 依然生以兴隆 通四海 如果老来 眉毛长过病 更有长寿平安的 宏福加深 3.唇毛浓密 唇毛并非胡须 在面相学中 唇毛旺盛的男女 天生心眼大 志向远大 而人生造化无穷 命理大吉 灾邪不清 寇福更是极佳 一辈子有衣食 有贵人 才花运势皆能展现 如果唇毛开始变浓 表明转运在此时 静姬天降横财 不富也贵 肩材不再短缺 4.病脚浓密 病脚发浓 煮一生 后福无穷 无灾无患 病脚的头发 是容易变白的 是人体命力 较为薄弱的部位 如果此处的毛发 黑 浓 密 必是福禄两全的象征 财运极佳 又非黄藤达之红运 人生不断走上坡路 不到中年 红光满面 发福发财 肩材更是数不尽 富贵 又兴旺 5.头发浓密 头发代表着 一个人的血气兴衰 性格好坏和健康运 如果一个人的头发 长得浓黑而柔顺的话 首先看上去 就会很有美感和气质 非常的有魅力 在面向中 象征着生命力旺盛 在事业方面发展较好 还能够对丈夫的事业 起到帮助作用 婚后 旺夫一子 能够给家里 带来万贯家财 3.身体这些地方长毛 一生苦难多 1.膝盖上长毛 这类人通常意味着生活比较繁忙费力 他们倘若想要做取得成功的一件事 则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难度更大 而且务必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平凡中折后 才可能获得成功 他们还有可能会遭遇获得的成果 突然间变为一场空的状况 假如你膝盖上的毛比较多 就必须注意 平时应该多稳稳当当做事情 而且在做任何一件您觉得重要的事的情况下 都应该多为自己留下某些退路 好让自己也喘口气 2.臂肘长毛 这类人同样和膝盖上面有毛的人 有相近的运势 他们的一生也比较的繁忙 尽管有时很容易遇到生命之中对自己有帮助的人 可是即便是得到了某些帮助 由于自己能力不够 经常也会遭受某些限制 这类人假如想要取得成功的一件事 就必须自己多下点心思 不必把太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 都附加在别人的身体上 要搞清楚 任何事情都必须自己轻微的道理 3.骨上面有毛 假如你的颧骨上面有毛 则必须要注意了 由于这类人通常事业上会遭受一定的限制 即便自己比较有才气 某些情况下也很容易被埋没 这类人经常难以被得到重视 您更必须的是 在事业和所必须造就的事情上面 多下点心思 多做某些创新和突破的尝试 4.脖子后面长毛 这类人其实是比较多的 相对于前面的几种 由于头发经常会延伸到 整个脖子后面都是头发 但这类表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它很有可能象征您一生会有较多苦难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难以有显著的进展 您必须在做事情之前多一些打算 多考虑事情的后果 5.背部长毛 这类人的毛长在背部 但恰恰反映的是 它做事比较不及后果 而且比较艰辛 它们很容易被竞争打倒 和他人在合作过程中也经常会遭到欺骗 它们必须在择有过程中多留些心眼 以切实的朋友为主 6.类似长毛 这类人是比较少见的 但其实这类位置长毛 是意味着可以少受病痛折磨 而且生命比较长 尽管活的时间更久一些 可它们却没有太多的福气 也未必就是非常吉祥的 不同毛不同命 如果你身上恰好有极强的毛发 那么说明你未来运势不会差 日子会越来越好 如果你的毛发是不祥的话 那也不要慌张 可以通过其他办法 或者凭借自身的努力不放弃 那么最终也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